为了改善北三村观音1号隧道直线道路 在线议员戴士全、县政顾问邱美玲等人的反应之下 县长林明珍今日到现场进行会刊 林县长表示 这条道路除了是农民出入的主要道路之外 更是民众到土地公庙残败的唯一道路 而路面破损相当严重 确实也会危及民众的通行安全 因此县府也会筹措经费来做改善 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因为这些大运大路已经很久都没有维护 路面都盲碌肯 非常的不好 很难行驶 这次接下来有一个省安公 土地公庙在这里 来这拜拜相客很多 所以我们的路面要做好 让我们来这出击的人 可以更安全 一个更平坦 更安全的道路 来走 这里便要 他今天在毁勘 我们县政府大概要支持 大概将近40万的政会 把这条路边重新铺塑 大家比较怕 县议员戴士权表示 这条道路是住户以及农民通行的主要道路 感谢县长能够重视民众需求 与诺改善道路 让用路人能够更安心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人民人 人民管长来我们北山 我们在讨县公平这条路非常久 都没有修理了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管长 帝郎大家祝福的平安 感谢管长 非常感谢我们戴士权议员 跟县长争取这条道路 这是这边的农民 以及我们的乡亲要来这里 拜土地公必走之道 因为都很久没空 所以路相当的没病 感谢管长 同时我们这里的安全 今天来这里看看 应准来做这条路 感谢我们的管长 副卫长潘一辰肯定林县长的用心 也希望会看后 相关单位可以紧述的来做改善 保障居民的出入 以及农产运输安全 记者陈伟一 国性乡采访报道 未经许电视频